老乡群里面都在转发我们这个牛肉面店 大家都评价非常好 能卖多少碗一天 银军下来大概一天在 五六五六八碗的 高峰呢 高峰期我们可以达到一千碗 这个牛肉面怎么就这么好吃呢 其实更多的我们也是 还原一个什么的 是真实性 我们的面 它是现拉的 比如我们现在有八款面 它都是根据不同的要求 比如毛细啊 二细啊 三细啊 等等 三棱子啊 大块啊 九叶啊 线上就要拉出来 你们也能看到 它的一个整个过程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 下面的一个操作 我们看著作的是民主 其实更多的是 要客户吃的一种 放心 因为现在更多的 比如像我们在外面吃的是 玉芝菜啊 等等比较多 现在市面上这个牛肉面 也是五花八门 什么马济友 姜拉拉 很多很多名字 我看咱们这个牛肉面 很有特色 叫卖玉奔 想知道为什么要 起这个名字 这是谁起的 这是我们张总 构思出来的名称 张总给大家讲一下 对 你说的也很对 现在目前的 所有牛肉面品牌里面 都是以人物的名字 来命名的 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其实做自己品牌的时候 也起了很多名字 什么大漠河 天福桃 反正各种 但是几乎是你能想到的 都注册不下来 都被注册了 唯一的是 我的名字呢 做面的品牌 不合适 叫张智慧 对不对 做科技公司 那不合适 对啊 赵总呢 赵伟伟 他被注册过了 他也注册不下来 假总呢 也不行 对吧 面怎么说是假的 确实这个名称 我们想了很久 磨合了好久 有一天晚上 类似于就是一个闷的 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小时候 我地里面规过麦子 你看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 在西北的一片麦场里面 看着大黄的金麦子 然后对金菜菜的麦子 旁边的那个黄牛 就等着你把麦子收关 然后拉走 其实我就 我就沿着整个 自己生活的这些场景 小时候这个场景 就起了这个名字 因为面本来就是麦做的 对不对 玉呢 就是咱们牛肉面的汤 白如玉 奔的牛肉多 我们牛肉多 我们这个品牌相信 也会奔跑得越来越好 所以就应该是 一定的缘分到了 它这个牌子 自然就会出来了 明白 对的 所以就起名叫麦玉奔 这边我看是放了 两盆辣椒 这是给它 其实这也是我们 根据不同口味的 去做的一个挑事 比方像我们这一盘辣椒市 它是重辣口味的 它是重辣的 是你又满足一些能吃辣的 比如湖北人啊 西北人啊 各个地方能吃辣的 你可以去选择重辣 它的味道完全能够 满足你的需求 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一块是 比如微辣 清微辣 或者是我们的中辣 适合这一块口味 不是那么能吃辣的 对对对 可以选择 比如像我 我们现在在店里面 也慢慢的在转变 像苏州本地人 微辣 我们尝一下 尝一下西北的这种感觉 比如像我们的 一碗面的一个 首先上去 有点辣的感觉 然后完了以后 又有我们的 花椒的 满口 泡满的那种感觉 就完全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我很会这样理解 这两盆辣椒就是 迎接北方和南方的 这种口味 对对对 北方可能 口味重一点 对对对 吃辣 那你可以加这个 对对对 像南方的口味轻一点 或者说 从老家 出来的这些北方的 它可能口味 也已经变淡了 对对 还有就是这个汤料 有这个什么酱 其实更多的 你看像我们 这一碗汤里面 明显的感觉 像我们的肉片 我们的肉片 是比别人的 肯定是多 我拿个筷子 我们来捞一下 看一下 我们在兰州吃的牛肉片 就是更多的是肉丁 肉丁为主 对对对 好像就是大家 看完像说 这个一头牛能卖一年 然后我看 咱们这边 是这种大片肉 你看 像这一碗 应该是三笼子 这个三笼子 对对对 三笼子 这边呢 这个我们是属于二系 哦 这是二系 你看 对对对 这是我们干肃车子 有辣二系 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牛肉片 我发现是 就是有一点 微微的发黄 我们这一袋面粉 比你家里面卖的那一袋面粉 又贵很多很多 所以这是第一个食材 第二个是整个工艺 整个我们操作的工艺 它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实发黄更多的 在我们的麦芽里面 能够体现出来 让每个客户一尝 第一口吃完 或者第二口吃完 他告诉你这个面 有麦芽香的感觉 这就回归到面的本身 是这样的 比方你发白 它科技元素太多 我们开这家店 更多的 我想改变的就是 减少科技元素 现熬的汤 是最好的 你在这边去现熬 更多的去现熬 因为你如果说 运素容包也好 或者运其他的也好 你肯定有一些 要保证它的鲜度等等 要一些东西进去 所以说我们是 这边的一个锅 几个锅 都是现熬的 你们来看一下 咱们现熬的 也是呈健在了 所有的观众面前 就可以让你看的 就可以让你看的 这就要戴着手套 戴着口罩 为什么要戴这个呢 因为我们本人进去 以后再说话 你要减少细菌 不是说没有的 不允许的 我们厨房进去 必须要外人进去 那你必须要戴着手套的 然后戴着口罩 戴着我们头套 本人我们是饮食产品 你万一头发掉了 我如何给客户保证 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 进去以后 他第一件事情 一定会洗手的 一定会洗手消毒 然后再进入你的工作范围 这是我们的拉铁师 您是甘肃哪里 我是甘肃南州的 南州啊 从事拉面黄鹽都有了 六年 六年了 六年只为拉好一碗面 这是我们的汤锅 汤锅是用牛肉还是 是我们现在是用牛骨 牛肉 还有我们的鸡架 还有一些我们的原材料 好吃出来的 我们牛肉面的这个汤料 是从这里面煮出来的 对 对 现在是我们的新鲜 黄牛肉 黄牛肉 鸡牛棒锅 熬这儿是鸡 鸡 你忘了 我忘了 就是牛肉 牛肉啊 您从事牛肉面行业 哦 32年 我在您的这个身上看到了一个酱性 有30年有没有重播别的行业 没有 这是我们往牛肉面里面加的肉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肉片 这都是新鲜的 都是新鲜的嘛 就以前传统的牛肉面都是洗碗的 嗯 我看这里有个消毒柜 听听吗 这个消毒也跟我们讲讲 其实消毒是我们封了两个环节 这边我们有一个洗碗机 它本身是洗消一体的 这个洗碗机它本身具备消毒工 然后我们为了二次消毒 我们为了让客户展现出来更好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就单独加了一个消毒柜 这就是二次消毒吗 这就是我们二次消毒的消毒柜 这个啊 这就是牛肉面吧 对对对对 第一层是我们的筷子 第二层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纸巾 我们的围裙 我们的手套 哦 手套也有 对对对 手套是做什么 其实手套是为了我们更多的是吃手抓这一块的 我觉得是非常细节的 因为我在兰州也好 在我们天水也好 我吃太多的牛肉面 就我没有发现有提供这个东西的 因为像这边天气比较热 是我们白色地区的 一点你把这个套起来 这个太甜甜了 你看 一下就直接规避了这个 给大家肉全部能呈现出来 这个面啊 你看就是跟我在外面吃的那种面不一样 它拉出来的感觉 你看吃的嘴里就是紧张 反正吃完以后呢 就嘴里回味的就是这种有牙的感觉 咱们这个汤啊 如果您不说是加了鸡的话 这个 我真的是没有出来 就是我只是感觉到 因为我在兰州吃的牛肉面 鲜 这个汤的一个组成是由我们自己调吃的料 再加上我们的骨 牛骨骨鸡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骨头 再来熬制出来的这碗汤 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强求的是 我们这个店的意义就是让周边的居民 来吃完以后 吃完以后 有种家的感觉 为什么呢 在你自己家里面 怎么样熬吃的 我这边就是怎么样熬吃的 甚至汤的一个鲜味 也能炒到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价值 还是要起来嘛 吃这样的 包括你看这个萝卜都很细节 你看 咱们这碗面 吃出了我的乡头 假装我看您吃的是一碗拌面 这个是什么拌面 这个叫肉酱拌面 这个肉和辣椒汁 粘在一起 胡萝卜和鲜瓜 希望大家过来就说 不光只吃一碗鲜肉面 可以尝试一下拌面 尝试一下养肉串 还有兰州的风味小吃 包括甜黑 灰豆子的杏皮水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看这个放的音乐 对 都是兰州的这种音乐 你进了个店以后 你就得人家感觉来了 关键是听到这个歌 什么下面 三五郎分别是 哪里人在苏州创业多少年了 是甘肃天水人 麦基山是我的故乡 然后09年来苏州 现在在苏州创业5年 在苏州已经生活了13年了 我是来自甘肃天水秦安的 我来苏州18年了 创业18年了 来自甘肃定西 2010年到了苏州 也是在这边生活了13年了 创业现在是有6年 三位都是产业做得这么大 而且三位老板 线下都有自己的生意 为什么会想着三个人 一起去开一家牛肉面店 我喜欢吃牛肉面 你本人就很喜欢吃 对 很喜欢吃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因为心肺有限 所以吃的不是特别畅快 现在自己工作了 有这个能力了 我就想实现吃面自由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有女儿 我女儿也特别喜欢吃兰州牛肉面 女儿是在苏州长大吗 对 她是在苏州长大 已经6岁多了 所以西北人吃面的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 对 但是西北人对面还是有讲究的 口味和它的一个品质 可能跟传统的一般的那种拉面还不一样 为什么叫兰州牛肉面 它传承了几百年的整个这么一个历史 那是太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就想干一个自己的面店 麦玉奔是整个筹备了多久才开业的 其实我们这个麦玉奔这个品牌来讲 是我们筹备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牛肉面这件事情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我估计我们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共同探讨 我们去做我们的经营模式 我们到底要给客户呈现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品质 我们的店面装修风格到底怎么样的 那我们以后的一个经营方式是怎么样的 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这碗面成员在大面前肯定要试吃吗 都做了哪些动作 为了这碗面 我们吃变了我们兰州的老字号 然后兰州我们也待了 大概我们几个人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就是为了去尝去吃 然后苏州的面我们也大街小巷 基本上能吃的我们都吃过了 吃这样的牛肉面 对 所以这个牛肉面呈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就已经是试吃了大江南北的牛肉面了 对对对 能卖多少碗一天 其实我们先得下今天周四 我们从周一到周四平均下来 大概一天在五六八碗的 高峰呢 高峰期我们可以达到一千万 是市营业第几天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市营业的第七天 第七天 对对对 那正式开业呢 正式开业我们定在这个月的29号 29号 那这个整个市营业就差不多要十几天 世界的世界对对对 为什么市营业这个时间要拉这么长呢 无论从我们的一个整个服务意识 还是从我们的品质 都要呈现给客户 在我们能锁范围之内 明白 我要呈现的最完美 是这样的 明白 我想三位老板开这么一家牛肉面 也不只是开这么一碗面 未来可能也是有自己的规划 对对对 这个规划怎么规划的 其实更多的目标是 我有家乡去做点事情 像我们这个店的一个展示 面它是很广的 对 我们是分为三块 一个是一个实体店面的一个展示 会开十家二十家三十家 或者到一百家 或者到两百家 我们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西北的 我们的特色的展示 那我们就搬到线上 线上会做一些我们的一个特色的 比如素啊 辣椒酱啊 辣椒油啊 或者我们牛肉啊 羊肉啊 烤出来所运的一些料啊 等等 是这样的一个栽体 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老乡的一个问题 就是开业当天有没有什么力度大的优惠 只有我们新的老乡运户群体 从各个地方赶过来的 那我们都是冲一百送一百 肖大鱼打对折 贾总呢 是我们商会的书籍 在我们开业当天的时候 会来哪些重要的嘉宾 我们本身这个店开始 也得到了我们 澳洲市甘肃商会 还有从老家来的 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的 一些大力支持 开业当天 我们商会的各个副会长啊 理事单位啊 会员单位啊 很多人都会过来为我们一起祝贺 包括南州市甘肃省一些在苏州的一些领导们也会来给我们一起祝贺 也有异地商会的一些朋友都会过来 做生意的老板 我觉得是一个拓展人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 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是你不会白来 对 所以欢迎大家开业当天过来 跟大家一起交流聊天吃面 我们这个号现在还没有直播过 我们打算呢 在开业当天的时候 给我们外奔做一场直播 大概我看咱们这边是十点开业吗 十点十八 十点十八开业 那我们就在29号的时候 早上的十点 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直播了 如果能来现场那更好 如果来不了现场呢 那大家在直播间就可以见到很多很多的大咖 很多很多的老朋友 大家一定要记得是 十月29号早上的十点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到时候我们就不见不散